虽然春节将至 但娱乐圈的劳魔代表们可一点都没有要偷懒的迹象 最近当了辣妈之后依然美翻天的Angela Baby在香港出席活动 身穿一身红衣双手捧着金元宝 所长光看着这画面就感觉一股好运气迎面而来 不仅如此身处香港的Baby在采访时还自动切换到了粤语模式 面对主持人提问回答声音不但轻柔而且对答如流 看到网友直夸Baby日语超级棒啊 俗话说得好明星颜值高不高必须得看路透照 Baby这边前脚刚参加完活动后脚就有网友在网上发布了一组近身路透照 照片中Baby冲着镜头回眸一笑手上还笔着剪刀手 不管是正面还是背影 就这颜值恐怕比咱们想象中的还要再美上八度 有这么一位美女当老板 想必员工的福利也不会太差 活动当天Baby自爆 过年光撒红包就七位数 所长掰着手指头数了一数 弱弱地问问小姐姐还缺人吗 多少数字我也不太清楚 应该会挺多的吧 应该有七位数字的吧 过年妈妈负责发红包 儿子小海绵负责收红包 Baby表示今年春节会抽空带小海绵去拜年 儿子也十分给力地学会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这句话了 在此前 Baby参加蜡相馆活动时 还表示计划过几年再生个女儿 想到这儿所长不禁要问了 这又是交小海绵败年 又是要生女儿的 Baby你难道是要为尽可能收回红包 做足准备吗 前不久在蜡相馆 有了双胞胎姐妹的Baby超开心 不光能保存下自己年轻的样子 还能邀粉丝来和自己比高 想起网传一米五九的身高 粉丝来到现场比一下 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能想到这么一个既幽默又有趣的方法 所长也要为Baby的机制点个赞了 不是吃货的美妆博主 当不了好明星 但狂吃不胖年纪见长 发量还不减 这样公开拉仇恨的女明星 怕也只有范爷一个人了 最近范爷自爆行踪 远赴日本吃吃吃买买买 本人妆容带得接近素颜 眉毛都没了 但依旧美美搭不说 这一头蓬松的秀发 发量简直多到织个围巾还能剩一半 每天做造型烫染吹 竟然还完全没有发际线担忧 范爷该不会是个头发精吧 这趟行程又吃寿司 又被爆前几天现身海底捞 可最近范小胖明明已经变魔鬼身材了 吃的营养怕是都长到了头发上吧 被问到为啥能一边当吃货一边瘦下来 范爷一句 首先得有个爱运动的男朋友 也是让所长狗粮吃到烟 狠扎了吃货单身狗的心啊 虽然有言在身说话耿直 但交友广泛的彬彬性格绝对是没得挑 最近就有媒体朋友爆料称 亲眼目睹另一枚粗心的小编采访完 才发现没开录音 浪费了冰冰大把的时间 但冰冰不但没生气 还贴心送上安慰 表示尽量抽时间补录 而受访的范爷不但会主动延长采访时间 更会清场 让自家的工作人员也离开 专心交流 完全没有身为明星的两副面孔 内心的强大可见一般 这么nice的女神 所长举双手报名去采访 拥有史上最霸气版顾曼璐 和蒋新版顾曼珍的全新半生源 最近终于杀青了 在刚刚出炉的杀青照中 身高171 体重和娇弱隔了一座山的奖心 在将近1米9的正元唱怀里 妥妥有了小鸟依人的温柔 两人在河边嬉戏 也自带初恋的清纯气息 生在苏州 骨子里就韵味十足的刘嘉玲 更是完美融合了风尘和霸气 一脸的高冷比男演员气场更强大 但比剧照更有新的 大概就是剧组宣传了 顾曼璐和祝红财组财露CP 顾曼珍和沈世军的真实CP 石翠之和许书惠的实惠CP 名字各个符合人物关系 真的是走了心 想必年终奖的红包 一定能拿得后后底 而刘嘉玲在剧中 颜值那天性格适利 穿上旗袍 宛若旧上海话里走出来的女明星 戏外却性格大逆转 可爱到不行 微博晒照 戴着墨镜 穿着飞行员夹克 品位依旧是20岁一样年轻 更直言自己的强势 在于勇敢 不怕任何困难 我让大家觉得我的强大 就是因为我不怕 我不怕挫败 不怕考验 我还蛮喜欢解决问题 这个过程的 而谭金豪姐妹奖心 更是一边碎碎念着烂舞 一边笔心 刚刚学会奖心教我的 是这样 这么认真的笔心选手 怕也是没谁了 经鉴定 嘉玲奖心绝对是假塑料花 真姐妹情 南方人看到雪是啥样 重庆娃王源 最近就演示了标准版 最近英里袁绍远赴挪威 看到当地后过膝盖的大雪 他也是一秒欢拖 完全放飞自我 原地转身180度 9点0分跳雪动作完美落地 包括所长建议门外雪 不够厚的网友们 还是不要模仿了 在大雪里贴地滑行 蹦蹦跳跳掉个坑 劈个唱 也是高难度 花雪神马的 更是根本不在话下 花式玩雪 还有摆个美猴王的pose 小圆只是忘了当大圣时 过度兴奋 打到自己的悲伤回忆了吗 当然圆宝宝也是有抱着吉他 荡着秋千 当文艺青年的光环时刻的 在外面玩得像个宝宝 回到家 小圆可就是标准的居家好男人了 之前在真人秀节目中 王源就称名下厨肩蛋 一个流星太阳蛋 带来的成就感 怕是快超过演唱会了 当精致的男孩 兼精致的太阳蛋 就算刚起床 眼睛都睁不开 王源也要带着一脸的苦大仇身 投入肩蛋事业 超高的颜值 迷蒙的眼神 加上熟练的手法 轻巧的颠锅 满屏的最暖男有力 就问你们动不动心 还有一星期 每年的明星出碗大锅饭 就要来了 除了一众流量小鲜肉 小鲜花之外 人不在圈里 却从来没过气的天后王妃 怕是观众最大的期待 20年前王妃和那英合作的 相约酒吧 所长现在还是信手年来 但你们不知道的是 97年两位天后的全盛时期 还在演唱会上合唱过一首 同桌的你 高冷炫酷的飞姐 唱起民谣的feel 大家先来感受下 有这样的两位同桌 估计谁遇上 也是无法安心学习了 两位实力天后的完美和声 算得上经验 但昔日的王妃 蝴蝶装爆炸头 一袭白裙露出整个后背 这样的前卫性感造型 才真的是走在时尚尖端 然而20年后的王妃 却华莉莉 把高冷蜕变成了呆萌 最近被爆出和那英一起K歌 姐妹俩抱在一起亲密无间 让粉丝都极度不说 飞姐更向那英学起了手指舞 一脸认真不时偷瞄 却整个人都慢了半拍 这样的飞姐怕又是喝高了 自带卖萌buff 所长突然有个大胆的猜想 今年春晚 两位难道要唱着唱着 就秀一段手指舞吗 掌握一枚乐器有多重要 秀起手指舞才知道 最近少女欧阳娜娜 正式在手指舞借出道 穿着粉色露肩裙 长发披肩 这状态一看就是在活动后台 忙里偷闲 也要秀一段手指舞 算得上是沉迷其中了 来和所长一起感受下 指尖翻动的哪笔吧 娇羞比新孩子的甜美笑容 萌萌搭哪笔 让所长心都看话了 然而作为一枚新近的灵魂舞者 哪笔的实力远不止如此 这邪魅狂卷的一笑 可以说是非常炫酷了 可甜可帅风格百变 更重要的是动作俐落 手指修长 面对会弹大提琴的人 所长也是自动脑补 我们不一样BGM 人家连手指都可以单独出道 这么美的手朝地还摔傻碗 跳跳舞才是物尽其用 不过反唱萌少女 毕竟才只有十几岁 最近加入了群星晦翠的 赞赞新时代录制大本营 摆pose略带顺拐 一脸呆萌的样子超可爱 眼神里带着萌娃的小恍惚 表情透露着孩子的小娇羞 这样的娜逼真的是让人装备归零 完全没有抵抗力 幸福被搅拌得很浓 我们骑着这连翼相逢 一路目送夕阳聚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